Hello大家好 我是刘师傅 千呼万唤的视频啊 就是我房子装修金额的大揭秘啊 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呢 一个是因为工作忙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统计的比较慢 就是我专门抽出了一天时间 统计了我所有的花费 因为我这个房子装修时间比较久 陆陆续续装了一年 我是通过调取了我一年微信支付宝 所有的记录 还有包括信用卡 花贝 所有的消费记录 然后一笔一笔全部给它提炼出来了 看一下三张纸啊 所以说这个准确度 应该是在95%以上 可能有些我掏现金的钱 一些运费啊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可能没有在内 但是我几乎所有的支付方式 都是用手机支付 所以都是有账可查的 除了一些小的 我是在想不起来的 是用现金支付以外 剩下的全部都在这里了啊 那现在给大家说一下总金额啊 我总共花费了三十一万零六百二十二块 这里三十一万零六百二十二块啊 看到这个金额的时候啊 我自己都惊呆了 我觉得我只花了二十多万 但是怎么就三十万了呢 有的时候花钱就是这样 你觉得你可能没花多少钱 但实际上你已经花了很多钱 尤其是装修这种事情 装着装着就没个数了 什么东西都想上好的 结果一看 我天哪 好吧 那这个构成 我给大家也分类了一下 我的装修总共分为 一二三四五六 六大块啊 第一大块是基础装修啊 总共花了十二万七千五百一十七 第二大块是索菲亚的全屋定制 总共花了七万六 第三大块是家具 总共花了四万零五十六 然后第四块是灯具 七千二百三十三 第五块是家电 四万零四十一 那第六块就是五金 卫浴和其他一些小东西 一万九千七百七十五 这就是这几大块的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带大家一项一项的看 那首先第一项呢 就是所有的基础装修啊 我这个房子是135平米 家外面的花园65平米 就是195平米 195平米的基础装修 包括砸墙 水路电路改造 厨房两个卫生间 和阳台的防水处理 贴砖买砖 美份这一系列的 还有墙面吊顶主吊漆 门门窗套 落地窗改造 博士壁挂炉 客厅大理石背景墙 这所有的是127517 好吧 我带大家一一看一下 砸墙我们就不看了 因为这个已经没法看了 水电路改造 全屋的水电路改造 也是比较复杂的 呃很多的开关插座 几乎所有的开关插座 都是挪了位置的 包括水路的一些东西 改的也是比较复杂 算是大改啊 包括外面阳台的水电 都是大改 下一项地砖啊 看我这边墙面 还有这边墙面 然后所有的地面 包括厨房 卫生间 还有阳台 包括阳台的墙面 地面 然后就是吊顶 这是客厅的吊顶 走廊的吊顶 还有卫生间的吊顶 这个卫生间的吊顶 还有所有墙面的乳胶漆 还有门 这个墓门门套 窗套 这个是窗套 窗套 还有这个落地窗改造 这个落地窗改造 还有这个博士壁挂炉 还有这个天然的大理石背景墙 这是天然石头啊 好吧 这一项基础装修是127517 大家了解了吧 根据我的这个房间的面积 还有我用到的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第二项索菲亚全屋定制 7万6 大家看到我房子所有的柜子 5个大柜子 加1个厨房 是7万6 我给大家看一下 1个鞋柜 1个餐边柜 1个厨房的衣柜 书房的柜子 主卧室的衣柜 和这一个厨房 这个厨房所有的柜子 包括这个油烟机 这个灶 还有这个烤箱 包括这个菜盆 龙头菜刀架子 和这个菜板 这里下还有一个这个篓 它是 看它是可以滑动的 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好那好吧 这就是索菲亚的7万6 就是这么多东西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7万6 买了这么多东西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第三项家具部分是4056 来给大家说一下家具都有哪些 沙发13000 这个餐桌和4把椅子6600 这个茶几1554 这个电视柜3045 然后这两个家具的运费是到付 400块钱现金 主卧双人床加床垫 3497 儿童房帐篷加所有配饰 1908 客位的浴室棍 一米的啊 3299 这个书房的这个床啊 里面这个床垫 是830 我就不翻下来给大家看了 客厅地毯925 家具的部分就是4056 那我们下一项 灯具啊 灯具花了7233 客厅吊灯1500 厨房吊灯1000啊 这个客厅跟厨房是一大一小 一个系列 儿童房吊灯563啊 主卧吊灯449 书房吊灯988 阳台闭灯708 阳台LED板灯171 阳台灯带53 客厅走廊设灯啊 这个圆的这个 400 主卧的两个台灯856 一个400多 书房台灯346 我的厨房卫生间加灯啊 199 就是本来是装一个 但是我装两个 因为我觉得不够亮 好吧 这就是灯的部分 7233 然后下一项家电啊 家电花了4041块 来看一下家电的有哪些 小米电视4A70寸3199 电视挂架加运费58 西门子洗碗机13套7199 安吉尔净水器2998 爱事易厨房垃圾处理器1699 火木人庭院燃气烧烤炉2149 美帝嵌入式蒸香36升3099 博乐宝管线机2798 斯勒制甲醛测试仪273 海尔桶式吸尘器278 保鲜膜切割器169 吉米油温测温枪129 菲利浦炸制机799 两套卫生间集成浴霸1804 电烤盘366 小熊打蛋器99 火锅肉砖模具加 手动切肉机698 华为路由器229 华为清科智能门锁1799 美帝电磁炉299 卡萨蒂621升十字门冰箱99 好吧这都是家电的部分 当然大家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小家电 我都一并算进去了 其实这些东西几百几百的 加起来也不少钱 好吧我们最后一项五金卫浴和其他 这一项花了19775 阳台防水开关盒6个320 天然气管道街头配件44 卧室木门金色五金把手3套1214 全房11个9木的角阀427 阳台LED灯底座加工180 潜水艇下水器兼容垃圾处理器 177 阳台水管冬季阀门锁54 开关贴34 卫生间窗户磨砂贴纸31 客卫的淋浴评分3500 主卧卫生间淋浴评分3423 马桶两个1900 客卧圆形地毯205 卫生间阀门下水器135 客位淋浴器毛巾架马桶刷 挂架圆镜龙头3252 玄关画出发去远方286 家用折叠梯子211 客厅钟表174 客厅画169 主卧卫生间淋浴器 浴巾架马桶刷 圆镜下水器2485 进门地毯 卫生间硅枣泥脚垫 170 所有开关擦座1300 垃圾处理器底座支架84 好这就是五金卫浴和其他的项目 19775 那就所有的费用都在这里了 都给大家讲清楚了 之前很多很多网友跟我留言 问我装修花了多少钱 或者这个花了多少钱 那个花了多少钱 说实话 我没有办法一一回复到大家 那今天专门做这个视频呢 给大家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 我也会把这个表格放在视频里 大家可以暂停去一一查看 我的这个房子所有的装修 所有花的钱都在这里了 明码标价都告诉大家了 如果想看更多细节 关于我装修的故事呢 大家可以去看我装修日记 这个系列的视频啊 很详细 我拍的很详细 从毛墙毛地开始砸墙 开始一直装到现在我住进来 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装修纪录片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去看我这一系列的视频 可能有些人就会说 你这个价格贵了啊 你或者怎么样 其实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就是我装修的这些东西 我已经住了将近两个月了 我觉得对得起这个价格 这就是我对我这个房子 装修的一个评价 好吧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收藏评论留言弹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